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望 我是林冀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10月19日全香港市民 可以免费承担多项的公共交通工具 无端端突然之间这么好死 无端端坐车免费 为什么呢 大家都很奇怪 港铁 巴士 电车 都免费 这么大脚脚脚脚脚脚 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无端端会有这东西 是不是政府包底 不是 还要不是政府包底 突然开线旁全港的公共交通工具 当然大家都知道港铁大股东是谁 就是这个特区政府 为什么政府无端端给巴士 就是会给港铁免费呢 接着巴士就不是政府了 但是呢 哇 私营公司来的 是不是 做生意的 无端端不花钱 不收钱 为什么呢 电车还很厉害呢 法国的公司 都和你一起不收钱 免费坐车 为什么 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 全香港都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日子 会全香港这么大个城市 全部一起搭车免费 是不是突然间又拿到金牌呢 不是啊 原来对不起 原来是说要去投票 突然间之间 就说这个政府的 可以安排之下 又忽然之间 就可以催大家去投票 突然间就不需要 付钱搭车了 当然大家是非常大的议论 这么多年来 香港这么多次的选举 还有近几年的选举很好笑的 政府的宣传好像消失了一样的 意思是 不太提醒你要去投票 以往就很厉害 你看这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全方委所有的资源 四围提早打罗打鼓 叫大家要去投票 到底为什么要投票呢 忽然之间有很多理由 要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但是当时这几年来之前的选举 整天都好像隐形一样 消失了一样 就总是要不宣传 荒死你好像很多人会去投票 由当年就不想你去投不停 宣传就消失了 好像没什么拍 又没什么做电视广告片等等的情况 到现在呢 倒转来走 现在突然间就非常多 怕死你不去投票 怕到这个地步 连一个无端端去投票的日子 似乎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任何的安排 会突然间有些私人公司 让你安排 免费搭车去投票 有没有这么大的脚夹 那儿除街条 当然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假如像以前的投票一样 你又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以往这么高的投票率 你这么相信市民 你提到现在这么完善 一个这么完善的制度 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低投票率 为什么要为了怕投票率低到一个地步 要全港免费搭车呢 国王的新衣 非常清楚的 任何读政治的 任何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的 都会大家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政府突然间这么害怕呢 如果你的制度是这么完善 你为什么要害怕 那些人不去投票 就能扑倒去投票吧 排长龙去投票吧 没有排长龙才不正常啦 是不是 现在最好笑的就是 大家都明知发生什么事 但是不行 不准说 然后说两句 又说 哎呀 你的人就叫人不要去投票了 然后又说要抓又要锁了 那就免得提 那些人直接提都不提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些问题就千万不要提了 总之 你喜欢就去 不喜欢就不要去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些是个人的选择来的 除非你法例监管就说 你好像澳洲那样 不投票就犯法的 那就不同 现在你不是嘛 所以大家就自由选择 你喜欢就去 不喜欢就不要去 这是大家各自 全香港人自己的选择 根据香港法例 问题就是 去到一个地步 为什么要引人去投票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想清楚 这个政府自己去包底 都还好一点 现在是私人公司 大家当然记得 以往计选择经费 很大问题 很麻烦 今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宗 非常大家都记得 8月5日 在东区裁判法院 最后幸好 控方被王耀明 歌手和欧乐軒 走去自签手行为 叫结案 最后不需要 因为一堆明星 自己唱过歌 走去唱歌 然后又说 违反选举经费申报 就没有计数 然后又突然说 你有问题 现在回头问一个问题 你这么多的 所谓的候选人 那些候选人 什么人提名他呢 那些提名他的人 有没有是公共交通工具 相关的董事 相关的支持者 或者他们支持的人 或者有些人在打工 之前你曾经听过 某些候选人 他们工作的公司 就是同一个集团 就是某些公共交通工具公司 香港你知道很多那些 所谓华智的有钱佬 来来去多个几个 他们本身又是人大政协 那些代表 然后又要他们提名 你家下无端端 就是由一些这样的公司 去提供一些誘因 去给一些选民 给一些选民去听你唱歌 又说这个是贵选 给一些选民去投票 是不是贵选呢 我想问 当然你的政府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或者你可以搬聋盟 搬到什么地步 但是大家都会问 就是瓜田里下 你如果作为一个政府 从一个行政角度来说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 问不想衍生更多的问题 到时如果他只是 益某些人 或者某些区域 做一个免费又怎样呢 这些所谓的法律上的问题 我不想你处理的话 你当然就期望 既然你是一天过 搞一个所谓的免费活动 应该由政府去包底 就不是找一些私人公司 去掩盘荷包的嘛 是吧 私人公司掩盘荷包 万一被人又去申诉 又说这个是不公正的选举 是吧 走去告你的 就无谓了 是吧 这个又是引起到时 很多的诉讼问题 从一个行政角度 就算你法律上是安全 你都应该要 在一条黄线 就很清楚 你不应该越界 不应该被人 走去有这个 瓜田里下的嫌疑 意思就是说 你会不会有一个 贵损的问题 是吧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突然间 整个安排 不是啊 有些所谓的公共交通工具 包底 叫人家 请人家 搭车去投票 那跟你的收受利益 那些叫人去投票 有没有不同呢 是吧 当然你可以说 是很不同的 是吧 你可以继续去 继续用这些 方法去争拗 但到过去问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 这个非常危险的做法 你不应该去 踩这个灰色地带 是吧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其实又是真的有分别吗 其实真的会有人 会去有这个选举申诉吗 又或者是这样的环境之下 这样去做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没有分别的了 做到多少 等于有些所谓的人物都觉得 要去投的就去投 不投的就不投 免费搭车 那些人未必去投 回头 那些人搭车搭 不知道没来这么远 现在应该的 任你搭 喜欢去哪里都可以 于是乎就全部搭走 是否会有个反效果呢 不知道 是否到时又去控告那些 即公共交通工具承办商 他们走去 就是有事他人不去投票呢 就是那些人搭车搭走 拖下了投票 会不会有选择他们呢 到时是吧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就是 一牵涉到 会不会牵涉到 人们投不投票呢 现在的禁区就无限大 千万不要 叫人去 或者叫人不去 都很大后果的 所以千万一定要戴个头盔 你们喜欢去 记得要去 不喜欢去 你们自己决定了 不要问我了 万一有什么问题 又拒绝了我们 千万不要 所以这个 就是目前香港 所有变成的 大家就全部禁口令 不要说 说完 就很大件事 一说就 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的制度制造制之下 很奇怪 叫人投票之后 又说这会犯法 然后不就 免费乘搭车 投票就没办法了 一个龙門 高充赛 我们都觉得 非常害怕的 今天 至这个情况之后 大家当然会问 其实 已经在一个条件 叫人免费乘搭车 去投票之下 這麼多年來為什麼不搞 現在算來搞 這麼多年來選舉都搞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突然搞得到呢 所以說有心做某些事情和沒有心做某些事情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政府這麼多年來的所作所為 究竟是想的人去投票 還是不想的人去投票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然後又用龍門去看 現在很噁心的情況 因為自己以前做過2011年的時候 所謂的五區的公投 當時他們聲呼這個是補選 五區的補選 在這個補選情況之下 政府說明沒有啊 不喜歡不支持他就不去 當時又可以的 現在就不行了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現在是犯法的 然後當時又爭論 市民不去投票就是杯葛選舉 證明了這個選舉是不得人心的 當時這樣說的 現在的龍門又不能這樣說了 現在總之多低也好 投票率都是支持政府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個龍門的分別 所以不同時間的法例不同 效果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這樣定呢 千萬不要問那麼多 問那麼多隨時有中招 抹黑又說你是意圖又煽動又什麼顛覆 千萬不要 總之他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信什麼 政府說什麼 千萬不要用個想法去想 一想你就不會理解他說話的 一想錯了又說賴你了 又說你要做什麼事情去違反國法例 千萬不要 總之政府說什麼你都相信他 他說是東面的西太陽在東面升起你就相信他在東面升起 他說是西面升起 你想一想 是不是西面升起 我不知道他這樣說 總之他這樣說你就要聽 千萬不要問為什麼是西面升起 問你一件事 現在的問題就在了 總之他說 有個這樣的投票在 然後他是這樣完善的制度 然後是怎樣達至一個挺好的效果 不過好像市民好像不好聽 要搞到要去吸引 就特別去選一個 總之大家要去免費坐車 於是才可以去投票 那會不會像以前大排長龍 像上次的選舉一樣 要大排長龍點票點到走不了呢 走不了人 大家各自想想 所以 今時今日 所謂他自稱擁有絕大多數的民意 之下 絕大多數民意是要搞到免費坐車的 才能吸引那些人去投票 為甚麼呢 這就是國王的新意 到底誰在說謊欺騙市民 這就是大家心知肚明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所以現在 當你的政府 要做到這樣 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去靠害政府呢 為什麼好像唱衰政府 就說那些人不去投票 投票率會很低 很奇怪 這個時候你應該這麼完善的制度之下 你應該 喂 應該是投票率 創新高 可以想相信 這次絕對是只會創新高的 任何人在唱 或者投票率會低的 都很明顯 就是有這個誤導的成分 或者是唱衰選舉的成分 是不是想有時的人不去投票 千萬不要這樣說 投票率一定會創新高 一定會高於上一屆 如果低於上一屆 第一是有問題的 千萬不要這樣懷疑 第二 在這個環境下 這些公司叫人不要去做一些 突然要有事他人去免費坐車 你會做成一個政治上的什麼效果 就是令人很擔心 第一 擔心人們坐車都搭走了 全部去了其他區 去交遊做其他事情 就不去投票了 那你是不是想靠害呢 第一 第二 有問一個問題 如果投票是這麼吸引的 以往的人坐飛機回來投票的 為什麼現在好像投票很辛苦 又說怕死那些人不回不了來投票 怕死那些人連去另一個地方投票都不去 要免費坐車等那些人 很辛苦地去坐車 當然去到第三 會問一個問題 會貪一些小恩小惠兒 令到本身不投票會去投票的人是什麼人 這些全部都計算過的問題 以往那些人是貼錢 貼機票錢回來投票 今時今日呢 倒過來又沒有要安排那些人 就要在機場的票站 只要在陸路的票站 那些人其實不是通常居於香港的 如果這樣算是吧 但是這個通常居於香港的農民又任他搬的 其實你用通常居於香港 用常理去認識的通常居於香港 就是說他本身是真的通常居於香港的 九龍門你知道香港法律有幾個不同的定義 通常居於香港的時候 有鬆有緊的 如果你是參選那個人就很鬆的 以前試過葉劉那些 哎呀不是呀我們去美國讀書 都一樣是你有頭家在香港 照樣在那裡有個地址在那裡 就不會去動你就不會制止 好像葉劉淑儀當年在2008年2007年的時候 參加什麼補選的時候 就突然說他不符合給他定義 總之農民任他搬一遲 到回頭了你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要拿公共資源或者是 他不喜歡你做的時候那些事情 農民又搬得很緊 所以大家經常都說 為什麼香港法律 到了今時今日 會有很多人對於你的法律 或者對於這個政府 是配一個這麼大的問號 就是因為你的政治上去解讀 在政治上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真的任他搬 龍門 他喜歡就緊 不喜歡就鬆 喜歡又說這件事是賄選 唱首歌也是賄選 轉頭去 利益輸送給人搭車又沒有問題 有私人公司 完全沒有任何利益的瓜葛 不需要擔心任何潛在的利益問題 所以龍門大家各自這樣理解 為什麼大家要搭車要免費去投票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叫政府解一下 是不是 我馬上 universal 谢谢大家